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梁说故事 大家平日里最擅长的学科是什么呢? 最不擅长的学科又是什么呢? 相信很多人会背由自主地想到数学 这是一门很神奇的科目 有的人怎么学都觉得是一头雾水 但有的人就会在数学方面 展露极高的聪慧和天赋 这两种人对于数学的态度也大向径庭 不过有一种理论可能就超出了这两类人的想法 有时候数学可以穿越时空? 今天这部短片电影就是一个脑洞大开的数学预想 被隐匿的数字 一个小男孩在乘坐一辆车的时候发生了车祸 他只受了轻伤但有人当场死亡 满地散落的糖豆似乎预示着什么 镜头一转多年过去 这个小孩成为了心理医生 这一天他接待了一名特殊的病人 一个疯狂又冷静的数学家大胡子 他声称在数字三和四之间还存在了一个整数 如果找到这个数字的话就可以穿越时空 医生觉得非常荒谬 但为了治疗就假装相信他 他拿出一堆糖豆要求大胡子验证自己的说法 可是大胡子不管怎么操作都无法证明 他声称有一股不明的力量在阻止自己验证这个真理 因为这个秘密被发现的话 就会被其他空间的生物追杀 他还向医生科普了多维空间 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感官无法理解的七个空间的存在 医生有点失望 顺便叫来护工把大胡子带走 临走前大胡子顺走了一只马克笔和一把糖豆 然后就被关在了304房间 医生毫无头绪的只好先回家 在电梯里他发现三楼和四楼之间停顿了一会儿 似乎真的证明在这之间存在整数Blem 他虽然对大胡子的说法感到不可思议 但一个从未有过精神病史 且获得过费尔兹奖的人怎么会发疯了呢 他看着多维空间理论的资料还是想不明白 一只蚂蚁绕着虫洞 一直打圈却走不出这张纸 就好像身处现在空间迷茫的医生一般 西凡议论他跑去酒吧想要喝两杯 然而这时他发现桌子上的花生突然分裂成了两个 他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窗外看 正好大胡子正在玻璃上写着各种公式 医生连忙追得出去 可他没有知道数学家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小时候的自己正坐在电视前看自己刚遭遇的车祸新闻 原来当年那场车祸中死掉的人是凭空出现的 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人的身份还是没有被查出来 医生看着电视上那个人的脸似乎想起了什么 这时候电话响了 原来这些都是医生睡着后的梦 同事打了电话说数学家突然凭空消失了 医生连忙来到医院 打开304房间的门 他静在了原地 屋子里空无一人 所有的墙壁都写满了数学公式 地上遗留着那只马克比的笔盖 桌子上还有三颗醒目的糖豆 同事看到糖豆随手拿起了一颗吃了下去 但一转头发现桌子上依然是三颗糖豆 医生看着这一切开始怀疑人生 他突然想起来了 小时候那场车祸中死掉的人就是那个数学家 而当时地上遗落一只没有笔盖的马克比 还洒落了一地和眼前一模一样的糖豆 这部微电影虽然仅仅只有15分钟 但讲述的是一个庞大的概念 多余空间存上个世纪被提出到现在依然无法证明 虽然有各种猜想和看似合理的理论支持 但我们的感官无法突破 我们的科技不够发达 时至今日依旧是世界性的难题 不过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题材 许多文学和电影作品都以此为展开 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这部微电影中 数学家最终验证了自己的理论 穿越了时空 而它也确实被其他维度的生物灭了口 这一波首尾呼应就是这类作品中 并不可少的独特魅力 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那个病房号304 如若说3和4之间那个整数只能用Blem来代替 那么0这个数字就是作者最贴色的猜想 0既可以代表有也可以代表无 怎样运用和证明存在是建立在其他数字上的 但在数学更深入的领域里 0的代表意义或许更复杂更难考量 正如Blem这个数字一般 在超越我们的认知之外 还有多少个Blem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